好的,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节课 实际上就是讲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价格波动的一个起源 价格的波动起源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我们在看待这个盘面的过程中 我们所接触的实际上是K线 我们最初接触价格波动的时候 都是从K线开始 都是从价格与时间的变化开始 包括你们所接触过的这种股票 其实也都是从这些东西去开始的 那么时常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用到很多的这种分析方式 技术方式我们再去做 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是很难长期稳定去盈利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让自己思考自己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交易系统出现问题 自己的这些方式方法出现问题 我们就开始不断的频繁去更换我们的方法 频繁的去想找到这个市场所谓的这些圣杯 现在在我看来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寻找的这个东西 其实它都没有出口 它都没有出口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待外汇市场这样一个波动 这样一个时间和价格的一个变化 我们一直是在一个死的这样一个平面中去看的 我们并没有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野去看这个问题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就是用另外一个纬度 去看现在价格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这儿说这个之前 讲我们这个硬币模型之前 首先我要跟大家去提到的就是 我们在研究价格波动的过程中 价格波动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们从根源的这个逻辑开始去跟大家讲起 那么对于价格的这样一个波动 昨天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 也跟大家简单提了几嘴 那么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有的说价格的波动是源自于基本面 源自于某个国家的一些利率决议 源自于某一些数据的利多利空 源自于市场的一些情绪 源自于预期 源自于等等其他东西 但实际上其实这个价格的波动 它本身是源自于 我们说所谓的汇率的波动 它本身是源自于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去举一个例子 很形象的去说明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货币 我们就拿欧元对美元来去讲 欧元对美元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它是一个欧元的价值 比较上美元的价值所产生的一个价格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涉及到欧元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和美元国家的货币价值 其实货币本身 它也是一种产品 它也是一种商品 它这个商品 也是属于符合于常规商品的属性的 有供需关系的存在 那么实际上其实任何的这个事情 你不管是普通的这种牙刷牙膏 还是矿泉水 还是猪肉白菜 其实这个市场 它只要是产品 它都会因为数量的变化 供需关系的变化 而产生价格的一个波动 那么对于欧元和美元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产品 一个是欧元产品 一个是美元产品 那么欧元产品的价值的升高和下跌 其实也是源自于 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或者说数量的一个变化而影响的 那美元的这个产品 它也是源自于这个数量 包括需求 供给这样一个过程所产生的 那么他俩都在变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比率也自然而然会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跟大家去举个例子 欧元这个国家 我们把它举成 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盒子 想象成一个盒子 美元这个国家 我们把它也想象成一个盒子 实际上这两个盒子 就是美国代表欧元和代表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家 那么中间有一条线 有一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实际上是两者之间来回价值去兑换的一个 一个桥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俩一旦产生了这样一个欧元往美元去兑换的一个过程 美元往欧元去兑换的一个过程 那么都会引起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之前我跟大家所讲的所谓的资金流向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变化 那么这个价格到底是在怎么去变化呢 这是一个很表面的问题 对吧 OK 那么欧元的这个国家 它本身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些欧元的货币 对吧 我们以这些点点作为这样一个货币 那么以这些点点作为美金的这些货币 我们把它写一个美金 那这个我们写一个欧元吧 EUR 对吧 那么当它产生欧元去往美元国家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那么左边这个国家的货币数量是不是就减少了 那么这个货币数量减少了 是不是就代表着它的价值就会升高 那么当右边这边的美元的这个这个数量 开始往左边去转移的时候 那么就是不是代表右边这边的这个整总体的数量减少了 那么它的价值是不是也会升高 那实际上在这个数量来回去相互去兑换的过程中 他俩的这样一个数量实际上是一个来回去变化的过程 那么就导致他们的货币价值本身因为这样一个数量的变化 而产生这样一个价值的变化 而最终影响了也就是所谓的A价值除以B价值汇率的一个变化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这个数量的这样一个变化呢 很简单啊 一方面比如说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如果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在后续的这样一个预期过程中 比如说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 那么大家在还没有等到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就已经在讲美国在9月份可能要加息了 可能要加息好几次 可能加息的这个进程还会很快 那这个时候伴随着这样一个预期 伴随着这样一个预期 那么这个基本面 它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在市场上的一个效应 就会让其他国家 包括欧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 开始往美国的国家开始去进行这样一个流动 那这种流动的方式 就是通过兑换 那么流动的这些端口 可能是来自于像我们这些普通的投资者 也可能是国家的外汇管理局 也可能是机构投资者 甚至也有可能是做贸易生意的 那么他们把欧元的价值的商品兑换到美国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刚提到了 它是由预期 由基本面的这个预期 所带动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向的变化 也引起了这个数量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数量上的变化 又造成本身价值上的变化 价值上的变化又造成了这个价值比例的一个汇率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 那么对于影响他们数量变化的这个过程 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基本面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举了个例子 美联储未来要加息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基本面 比如说 美国这边出现了这种就是选举 那么谁去选举 谁去任选 比如说特朗普当时和希拉里 那么一个是民主党 一个是共和党 那么两个党派对于国家的经济调控 未来的调控 都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方针的 有的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有更多福利 对于商业 有更多的税收 有的是对于这个商业有更少的这么一个税收 并且有鼓励创新 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鼓励他们都创业 但实际上福利很少 那么这两种政策上的方针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 甚至是主要经济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农业 比如说工业等等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就业 那会影响到很多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通过这些种种的影响 回馈到这个市场的人们的预期中去 那么就会造成出现这种资金的一个流入的问题 那么这种资金的流入 其实不管是欧元到美元 还是人民币到美元 还是日元到美元 它都是在不断去做一个兑换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美元更值钱 那么其他国家的数量都在减少 美元的数量在增多 那么数量的这么一个增多 就导致价格的一个变化 那么最终影响了汇率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到资金流向的一个预期 是什么呢 就是技术面 有了基本面 也有技术面 技术面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行情 那么在这个行情中 比如说就说是美纸吧 美纸在上涨过程中 那么出现了一个弱势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 基本上也都符合于大家正常理解的 哎 这样一个次要结构 或者是也都理解的 用布林带的这种指标的方式 理解到中轨了 用通道的理解啊 那么刚好是通道向沿 用均线的理解啊 均线这个位置了 那么很多的指标 甚至是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技术 做技术的 看K线技术的人都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可以去做多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会造成人们去在这个位置选择去购买美元的这么一个过程 购买美元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不限定所谓的周期的你可以是大周期 也可以是小周期 比如说周线日线 甚至四小时一小时 做短线的也好 做中强线也好 甚至做投行去做投行订单的也好 甚至说国家去做这种人民币或者去做这种外汇储备的这样一个操作也好 他其实都会去遵循一些技术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种技术面给所有的投资者 机构 普通零售个人 包括国家 在技术面上提供的这个预期 也同样会造成这个货币数量上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资金上的一个来回兑换一个流动 那么这个数量最终会影响到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化 这个价值的变化以及最终的汇率的变化 那这样一说 大家就对于这个价格的变化就非常清晰了 就非常清晰了 一个是技术面 一个是基本面 两种预期 那实际上这个市场的资金流向的动机都是来源于预期 而这个预期都是逐利的 都是逐利的 是我看得到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个利 所以我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判定 做了这样一个判定 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去的 当然还有一个层面 这个是属于逐利的这么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不逐利的 非逐利的 就是所谓的控制风险的 就是怕亏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是追求利润 那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怕亏的 怕亏的是哪一个层面呢 是国家层面 因为这个数量的产生 这个数量的这样一个变化 一方面是来自于两个盒子之间来回去兑换 来回去兑换 所发生的变化 还有一个层面是国家本身对于这个货币的生产和减少 就是这里假如说开一个小口 这里这是一个国家的银行 这里是美国国家的一个银行 也就是美联储 这是欧洲央行 这是美联储 那么他们在一定时间段 对于这个货币本身 他是要多印钞票 还是要减少这个钞票 那是由他们去决定的 他们这种决定 实际上是怕亏的一个决定 他们并不是逐利的决定 我说怕亏是非常通俗的这么一个解释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美元指数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强势 可能即将也会非常强势 那无论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 都有可能会未来造成很强势 那么我们国家人民币 为了可能去对冲人民币下跌贬值的这个风险 可能我们国家就开始集中 开始去加息 提前先让我们国家的这个价值变得很高 然后最后在美元指数上涨的过程中 对于人民币的这个资产的压力下 他就会有一个对冲的这么一个风险 就会有一个迂回的这么一个作用了 就会有迂回的作用了 因为人民币一旦被收到银行去 因为加息收拢到银行去 那么整个经济的一个流动性 相对来说就会略差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抵抗国外的这样一个就是所谓货币的这样一个冲击 就不会有太多的人 因为情绪 因为所谓的逐利 就会把人民币兑换出去 因为钱都在银行 对吧 那这个时候其实决定于这个数量的 一方面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里面的这些持有者 去做的这样一个逐利的预期 不管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 所产生的数量变化影响的资金流向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 就是国家这块怕亏 或者说怕整个经济的风险 我们说的专业一点就是怕经济风险 我说的一懂一点就是怕亏 那么在下方这里不断去产生这个钞票 或者是减少这个钞票 是这样一个过程 去调控整个这个数量 那么这就会造成这个数量的变化 也会有它这样一个最终价值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种影响其实相比较而言 是比较慢的 什么叫比较慢的 就是对于这个市场逐利 它的一个反应 它的一个价格的变化是及时性的 很快的 你们发现可能今天美联储 可能刚好去说了一个未来加息的预期 这个市场的这种逐利性 就已经造成了它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价格的变化速度非常快 价格速度变化非常快 那么这个汇率变化也很快 但是当这个人民币 比如说欧元或者说美元 它自己的这个国家开始生产 更多的这些货币 去开始执行QE量化宽松的时候 本身在这个事情没有被通知到市场上 开始自己在后面的工厂 去加工这个硬币的时候 真正投放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它所产生这个数量的变化 影响这个价格的变化 这个过程是比较慢周期的 它不会像预期那么快 但是实际上 其实很多时候银行也很聪明 银行也很聪明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美联储讲话呢 因为美联储讲完话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欧元 欧元我讲话 讲话之后 我说我在 我是德拉基 我说后面我要去做量化宽松 其实我做量化宽松 可能都是我两周之后 我在这个银行里面 不断的去印钞票 然后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我可能我只通过 我提到量化宽松的字眼 甚至提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已经可以改变 现在这个价值取向了 我就已经可以改变这个数量了 我就甚至可以不用去调控 我本身的工厂生产的数量 我就可以改变这个价格 所以一定程度上 这些美联储 或者说这些银行 央行 他们一定程度上 也会利用自己的权职 不单单只是去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经济体 去做这个产量上 直接的供给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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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仓 就是叫做减量 那么也会通过 他们的这些全职和新闻发布会 去迈出一些预期 去操纵这个预期 然后去改变现在的这样一些价值 其实他们很清楚 他们改变这些价值 他们不是为了出逐利 但是这个性质你要清楚 他们不是为了逐利 他们是为了回避风险 回避风险 那么德拉基在很大程度上 那么现在马上也退役了 快退役了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政界 包括银行 他里 大家要知道 欧洲这个国家 他其实所给大家 就是所给这个 呃 欧元区整个国家 带来这个经济的这个稳定性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在于就是说 我让这个经济体能够发展的多好 因为大家都清楚 像德国发展的非常快的 工业 对吧 但希腊不行 希腊 他的这个国家 他本身实际上 他的福利是非常好的 国家政府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产业链的发展 那这个时候 甚至那个时候 希腊危机的时候 希腊人民是通过借德国人的钱 然后再去消费德国人的东西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德拉基他在决定量化宽松 决定这个货币到普通的社会的这个手里的时候 到底是属于我要去抗击一些这个经济的风险 还是要去提高这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如果当这个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去收紧这个所谓的印钞票这个过程 这样的话 其实让这个钱更值钱 当这个整个国家其实差异比较大的时候 其他的欧洲区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发展比较慢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有量化宽松 然后去扶持于他们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这就会造成一部分的这个欧洲国家 他的通货是非常膨胀的 一部分国家 他的他的通货 甚至他的消费 是带不起来这个节奏的 所以他其实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他要去做这些事情 也会给这个市场传递出来一些所谓的预期 所以其实为什么德拉基 我们跟他们玩这么长时间 德拉基的一些讲话 他都是打太极 为什么我们要叫他是反转之王 他是有他的顾虑的 他是有他的用意的 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的价格的一个变化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了 那么就再也不会出现什么所谓的 这个这个这个利空利多 这些东西去影响 他其实永远都影响了所谓的人们的心理想法 或者说是资金的这样一个流向 包括可能很多朋友会提到在外汇过程中 索罗斯 那么索罗斯 索罗斯在这个行业中确实在外汇这个市场中 算是一个金融大鳄 但他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一个帮助 他的经历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他玩的是一个大型的游戏 但是他玩的这个游戏并不是去直接去兑换像我们一样去做多空的一个判定用技术面 他是直接去用预期 大家要清楚 他直接是用预期去改变这个市场的 就像他曾经 如果大家都读过索罗斯的一些历史的话 大家应该清楚 索罗斯曾经最牛逼的一次 他改变的是哪个国家 英国国家一些资金的一个流向 他改变的是这个国家的资金流向 他通过改变其他人的资金流向而从中赚取这个钱 包括他之前想要去来搞港币 那么他放出做空港币 做空香港的这些声音之后 他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预期 他通过预期让这个市场整个看空于港币 然后他在这过程中再去购买 做空港币 然后再去从中去赚差价 他是这样玩的 他是这样玩的 他是一定程度上是去在割这个市场的一个韭菜 割这个市场的韭菜 就像我们 比如说李东 你做进去的一个股票 那么这个时候你通过炒作 通过媒体的运作 你把这个股票炒的特别高 完了之后你获利 这个行为 你跟索罗斯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在盘面中去做多做空 这样去赚钱的 所以索罗斯给大家的启示 是一个算是属于一个一级市场的一个玩法 他不是二级市场的一个玩法 这个也是跟大家去提了一嘴 那么最终这个话题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